方世警电玩弊案在报 分局长涉收费700万遭押 接下印信 58岁的李世昌 去年才调任高雄三民二分局分局长 没想到他经营涉嫌向电玩业者收费 高达700多万元 27日被一贪污罪生涯获准 被收费要依照我们这个警察 在那边是调理 他也是调理局 调理局局长 检联正办高雄警方电玩收费弊案 26日在出动 搜索高雄三民二分局 及分局长李世昌住家 约谈李世昌等八人到晚 检联市掌握相关账策及可靠公词 查出李世昌在2012年及2013年 任职行政科专情组专员时 负责排班取缔赌博电玩 但业者不堪取缔 照上曾与他共事的同姓小队长当白手套 每个月送钱给他 要求李世昌放水 双方还曾约在热炒店见面 李世昌在短短七个月内 又收费高达七百多万元 同姓小队长也涉嫌收取八万元 虽然李世昌否认涉案 但检方突破白手套新房 让他吐实 顺利生压李世昌获准 相关弊案至今已发动七波搜索 起诉12名现任及现任官警 而李世昌是本案第一位 被收押的三线一新警官 昨天也召开了相关的人民会 然后将那个民民机长调整 就变成了辉煮管的职务 以组改调成为专业 动新闻高雄报道